立委们吹着风等着苏院长到来 一早气温偏低 同党立委互动似乎也冷冰冰 为了恒春医院的新建进度 有意角逐下届屏东建长的绿营三名立委都到了 而庄瑞雄 周春敏 钟嘉宾三人互别苗头 前一天庄瑞雄也抢先出招直询 当诚实中的面状告苏贞昌 当天口头保证会处理苏院长隔天马上南下盯场 难道是要表态力挺了吗 速度强调钱不是问题 只要求原定2023年9月的完工时间能提前 但其实致辞时苏院长也特别点名他 看来屏东县长初选这仗 苏贞昌不选边站 TVBS新闻牛维军中海域台北参谱到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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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